孟一安发现善款没有到位 就联系了小文基金 郭小文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合作前孟一安也只见过郭小文一面 后来也都是和基金会联系的 孟一安倒是很早就听过郭小文的名声 所以一直觉得有幸和小文基金合作 孟一安和小文基金合作 是宋军凡帮他牵线的 宋军凡曾经给小文基金打过官司 孟一安做此善并非是出于名利 而是真的想要传递善意去帮助失学儿童 这是孟家的家学渊源 孟显荣活着的时候 没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不仅是这次的善款没有到位 孟一安还调查到小文基金的名声并不好 他们有多次诈捐违约拖欠善款的情况 而宋军凡就曾经帮助过小文基金 打过类似的官司 秋夏和孟一安离婚后 两人都各自找到了另一半 秋夏喜欢上了球球的舞蹈老师校遥 如果不是秋夏发现校遥出轨 大概两人已经修成正果了 而孟一安也和宋军凡在一起了 宋军凡是孟一安公司的法务 两人的事业观更一致 虽然孟一安并不打算再婚 但是他更欣赏宋军凡的事业心 但是小文基金的事情 孟一安才发现自己和宋军凡并不是一路人 看到小文基金这些恶劣事迹 孟一安才知道自己是被宋军凡算计了 因为宋军凡说帮他把关 所以他才没有提前调查 孟一安虽然并不打算再婚 但是还是十分相信男友的 就像他对秋秋霸 他虽然和秋夏离婚了 但是还是放心地将家里的密码给了秋夏 没那个必要吧 宋军凡说 咱们怎么没听到想 宣传都做完了 影响也有了 网上风评也挺好的 谁会知道钱到底倒没到人家手里 穷相披壤的 就算你钱真的送到孩子手里 恐怕都得背八皮吃人血馒头 到时照样上不了学 孟一安没有想到 宋军凡竟然是这样的人 他从小在父亲耳濡目染下长大 孟显荣坚希望小学 资助学生 帮助受伤病人 他做这一切并非是为了名声 而是出于良善 孟一安如果想要多赚钱 完全不会想要做这个行业 他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孟一安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 不仅事业上和宋军凡到此为止了 爱情上也选择了和宋军凡分手 但是孟一安低估了人心的恶 他没有想到郭小文会到达一耙 孟一安正式起诉小文基金 孟一安表示什么时候善款到位 自己什么时候撤诉 结果小文基金那边假装不经意发出 自己向孟一安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还扒出孟一安公司主页视频的小女孩 是孟一安的女儿 指责孟一安弄虚作假 之前孟一安公司拍摄 有一个小演员临时来不了 就用了自己的女儿求求 也因为这件事 求求差点走失 孟一安也正式和宋军凡解约 将案子交给别的律师 孟家人的三观都是正的 求求在网上看到那些诋毁母亲的帖子 她的第一反应是 去那些母亲帮助过的地方看看 她用同桌的手机搜索行程 然后自己一个人去了机场 买机票 网上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但是妈妈跟我说的是 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 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帮他们 他们就能上学 能吃饱饭 有衣服穿 能过上好的生活 我想去看看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 她低下头抽气 我都搜到了 妈妈的网站上有那些地址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孟一安决定带求求去那些她帮助过的地方看看 孟一安之所以决定走上这条路 是因为她父亲葬礼上突然出现又离开的那些人 他们都是孟显荣曾经帮助过的人 不管孟显荣是什么原因帮助他人 但是那些人因为孟显荣的帮助 停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人生有了更好的选择 从孟显荣到孟一安再到求求 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求求在网络上看到母亲被诋毁 她虽然相信母亲 但是并不是盲目地相信 而是想要亲眼见见 用事实来为母亲证明 孟一安秋夏能够再次地走到一起 其实离不开求求的努力 前程往事 乔海云出院后 有一伙不速之客突然上门 来人自称是孟显荣的儿子 乔海云看到那张和王夫相似的脸庞 知道他们就是老伴的儿子 原来孟显荣在遇到乔海云之前 就在乡下老家有妻有子 孟晨良小时候体弱多病 孟显荣嫌弃家里穷 选择了离家出走 当时黄书彦抱着孟显荣的大腿 求她不要走 但是孟显荣还是抛家弃子了 黄书彦想要带着年幼的孟晨良 一起投井资荐 幸好被村里人救了下来 村里人劝她 要给老孟家留一根毒苗 在那个年代孤儿寡母的生存 到底有多艰难 没有人知道 黄书彦嫁到孟家之前 特意找大师算过 大师算过两人会白头偕老 再加上年轻的孟显荣相貌英俊 她才嫁了进来 结果却是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 临终的时候 黄书彦才告诉儿子孟显荣的消息 她告诉儿子 如果孟显荣愿意和她合葬一起 那么她就在下面等她 黄书彦的一生都是个悲剧 她一个人艰难地拉扯孩子长大 临终前还愿意给孟显荣一个机会 过往 孟晨良知道孟家有钱 于是直接开价五百万 还要乔海云给她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再找一个新媳妇 买新房 帮她孙子上最好的学校 在她看来孟显荣的遗产就给都是自己的 乔海云只是一个外事 连祖谱都上不了 结果乔海云直接拿出账本 这个家大半家业本就是乔海云打下来的 而且孟显荣活着的时候 在慈善方面没少花钱 孟显荣活着的时候 见过希望小学 资助过失学学生 看不起病的病人 对需要帮助的人 几乎是予取予求的状态 当然孟显荣过世后 孟家三姐妹被人嘲笑 没有一个摔盆的人 结果来了一群浩浩荡荡的人磕头 谢孟老师和乔妈妈的再造之恩 孟晨良见从乔海云这里搜刮不到钱财 就带着孟显荣的骨灰走了 她将孟显荣的骨灰 带回去和母亲合葬 而听到孟晨良讲过去的事情 乔海云才明白 她那个善良到骨子里的丈夫 行好事并非是出于良善 而是想要赎罪 上年级的人总讲究个落叶归根 就连从小被嘲笑 乔家绝户了的乔海云 在有能力后 也选择了回到家乡建厂 帮助村里的人 多一份收入 但是孟显荣却从来不提过往 十年不上粉 孟一安也终于透露出自己为何十几年 不愿意给父亲上坟的原因 在孟显荣去世前 孟显荣就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她已经不认得人了 一开始 乔海云还会给她口袋里放上钱 让她出去玩 但是每次回来 孟显荣都口袋空空 周围人都知道孟显荣心善 只要几句生活困难 就将身上的钱掏给别人 在孟显荣有分辨能力的时候 乔海云从来不拘着丈夫做好事 在她看来自己赚那么多钱 就是给丈夫给女儿给自己的家人花的 她有这个能力满足丈夫的爱好 但是她也不愿意看到丈夫被人哄骗 于是后来 乔海云就不再给孟显荣钱 将她拘在家里 因为丈夫的病 乔海云将海鲜场兑出去了 结果她一会儿不在 丈夫就招来了警察 调解人员 声称自己的被拘禁 一直到临终前 孟显荣才恢复了一丝清明 嘴里一直叫着乙安的名字 但是那时候孟乙安不在身边 后来孟乙安更是不给父亲上坟 因为这件事孟管清埋怨了孟乙安很久 三个姐妹 父亲临终前一直念着乙安 结果却十几年都不来给父亲上坟 看到孟晨良 孟乙安才终于说出真相 别人都以为父亲叫的是乙安 只有她听着试验 她一直以为是父亲出轨了 所以才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父亲 直到在警局中 她特意问了孟晨良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孟晨良说叫黄书彦 原来父亲临终前 一直叫着前面老婆的名字 孟晨良一辈子都不算是一个好丈夫 黄书彦因为一张照片嫁给了孟晨良 婚后却惨遭丈夫的抛弃 而乔海云当初也是跟着孟晨良私奔的 她没有给乔海云一个婚礼 就带走了乔海云 她不管黄书彦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有多难 要承受怎么样的流言蜚语 也不管 她的举动是彻底的断了乔海云的后路 而她之所以能够跟乔海云过一辈子 因为乔海云后来可以提供她富贵清闲 受人尊重的日子 她从来不管 因为她的慈善 妻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乔海云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富裕的 她也不过是渔村出来的普通女孩 甚至孟明伟要高三的时候 乔海云还在为孟明伟的学费担忧 但是孟显荣的慈善之举一直都没有停过 当初她和乔海云刚结婚 两人都吃不饱 只有一毛钱 孟显荣都给了乞丐 她在乎爱人 多过在乎妻儿 乔海云知道她并非是过日子的人 所以她回到了出生的小渔村 她将自己活成了一个男人的样子 她办工厂学会计 她对孟显荣感激多过于感情 她当年之所以能够走出小渔村 是因为孟显荣教会了她认字 给了她走出去的勇气 又在她拼事业的时候照顾好家庭 事情我会照顾她的 妈妈 我看到那边有好的